歡迎繼續回到中廣流星網 中廣愛健康節目現場 我是沛珍 節目當中為大家邀請到的特別來賓呢 是竹山堂中醫診所 玉萱中醫診所的院長 蕭琴 蕭醫師來到節目當中 蕭醫師你好 蕭醫師你好 我是蕭琴醫師大家好 我們跟蕭醫師來談到這個產後的條理 剛剛蕭醫師有講到說 這個在坐月子的期間 其實很多媽媽已經開始在進行 哺乳了餵母奶 不過剛才有講到像是麻油雞啊燒酒雞啦 這裡面如果用到酒的話 我會擔心我餵奶的時候 是不是寶寶會喝到這個酒精啊 那如果要餵母奶的話呢 在這個坐月子期間的飲食 有沒有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呢 剛才有提到其實麻油跟酒 比較擔心的是酒的這個部分 的確會有這方面的疑慮 所以其實在酒的部分 現在房間有一些譬如說米酒水啊 或是你就煮酒的時候 你把它的那個火燒掉 嗯哼 因為其實還是會有 對把那個酒精的量把它煮掉 嗯哼 千萬不要說喝燒酒精下去之後 整個人是暈眩的狀況 脸蟲這樣子 對對對 對這個狀況有 我聽到很多患者都會這樣講 那其實這樣是比較不理想的 所以剛才說 最後那個大量的酒部分 你可以把就是酒精燒掉的部分 來做處理 那一般來說啊 其實有生產過的媽媽都知道 其實產後的作業子 雖然很重要 但是其實產後的哺乳 才是大魔王關卡 對吧 對 所以假設 乳汁量太少的時候啊 你為了很多媽媽 為了要充奶量 所以她就在無止境的 吃一些湯湯水水跟 就是擠母乳 就是無止境的 手快斷掉的狀況下輪迴 所以這個是非常辛苦 而且可能會導致產後優惠症的 一個很大的一個原因 對 所以說其實 中醫有一些可以幫助 幫助蜜乳的一些藥材 那對於哺乳的媽媽 其實是非常安全 就如同我剛才講的 一些產後條理 所用的一些藥材 這個部分都是可以增加氣血 那對於哺乳的媽媽 可以對寶寶都不會有影響 那我們就可以選擇 這個部分來做 產後的一些 乳汁少的一些治療 那在中醫來說 乳汁少它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乳汁的生成材料不夠 就是它沒有材料來嘛 我們中醫說氣血不足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乳汁的材料雖然夠 但是它的乳腺不通常 就像你的材料雖然足夠 但是那個管道塞住了 對所以你的乳量也出不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在中醫的治法上啊 除了一般大家比較常聽到的 就是產後盡快的清味 然後充足的睡眠 心情放鬆 然後避開退奶的一些 原則的一些食物 比如說有一些什麼 花椰菜啊 麥茶麥芽 豆食啊高麗菜 西瓜 鳳梨 芭樂 薄荷等等的這些食物 那當然每個人的體質 對這些食物的敏感度 好像也有差異 但是你就是避開比較地雷性的 一般來說就是中藥的麥芽 人參 對人參 人參比較偏紅參的部分 還有韭菜 對韭菜 那這三個好像是 大家比較常遇到的 對你就是最主要的先避開 那中醫的治法啊 一般來說我們中醫稱為 產後缺乳 它的原則上它的治療模式 我剛才不是說有兩種類型嗎 那這時候治療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希望在產後 可能兩週以內就馬上開始 因為你可能做完月子 比如說已經到40天 甚至已經到4週了 已經大概是30天左右的時候 你在治療其實就比較慢了 因為一開始乳脂量 你要不斷的刺激它 然後要去馬上做治療 這樣效果是最好 那一般來說 我們會分成剛才說的 假設材料生成不足的時候 通常表現出來是乳房 摸起來比較鬆軟 然後乳汁分泌的比較稀 稀稀的 水水的 比較淡這樣 那這時候我們中醫 就會用一些補氧氣血的藥啊 比如說中醫比較常使用 當然是屬於八針湯等等的 聖玉湯等等的 那乳房 假設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塞住的那一種的話 你可能就可以摸到 乳房的硬塊比較多 這時候我們中醫 就會使用一些酥肝通弱 因為我們中醫說乳房 是屬於肝筋所走過的位置 跟脾胃已經走過的位置 那這時候就會使用一些 絲瓜落啊 通草啊 漏乳亡部流行這些來治療 那其實這樣的 通常因每個人的體質 去做一些治療效果 其實還蠻好的 嗯哼 好這個在餵奶的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 這個要特別注意 有可能是怕會缺奶啦 那有時候也是怕會乳腺炎啦 但是呢 如果說到寶寶長大一定的程度呢 或是媽媽要回止草 要這個停止哺乳呢 大家又很擔心說 欸我毅然決然的去打這個退乳針啊 不是去打一針 但是胸部突然就是變好小喔 其實大家也會很擔心說 欸生完一個小孩子之後 胸部下垂 或是這個乳房變形啊 在中醫有沒有辦法來這個避免呢 是的 因為就是我的門診 其實有蠻多這類的媽媽 彩虹媽媽來求助 因為其實假設你的退乳速度太快 的確是會導致乳房的組織鬆弛 而且可能胸部 比如說你原本是C罩杯 可能產後之後變成B罩杯或A罩杯 其實還蠻常見的 這個就是退乳 可能它退得不夠適當 那一般來說 其實它可以是用 這是我們中醫好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使用麥芽來退乳 剛才有提到 它是密乳的地雷嘛 但是相對而言 你用它去退乳 那它的蠻溫和的 而且你可以慢慢的退 那相對而言 可能在一邊退的過程中 我們不會說 就是單純只是退乳 會一邊幫你 我們中醫說補氣血 讓你的那個乳房組織 還是呈現一個氣血活絡的一個狀態 所以你可以一邊退一邊補 一邊退一邊補 那這樣的情況 你可以自然的把乳汁斷掉 但是你的胸部保持豐滿的狀況 那可能甚至有一些人 像有一些媽媽 她可能 比如說原本只是B罩杯 然後後來可能在產後調理的過程中 在退乳的過程中 她做很好的注意的這個部分 那她可能產後的胸部 她的罩杯反而升級了 反而瘋胸了是不是 對這個部分 反而是特別要注意的 千萬不要就是隨便亂推通 就一下子馬上退光光 對 這樣子我們可能胸部會變小 會變形 對這個是要注意的 好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到中國愛健康 節目現場 節目現場 好 好